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双流区的金桥镇 在这里无意中听到当地人介绍 这里有瓷潭飞匠的墓园 印象中被后人称为瓷潭飞匠的 有南宋瓷人兴契纪 不过兴契纪他是在山东的济南 他的墓怎么会到这里呢 我有些好奇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这里的瓷潭飞匠指的是谁 对面有一个牌子 我们过去看一下 乔大壮 这个名字有一些陌生 看上面的介绍 他是近代瓷人 转客家 被称为瓷潭飞匠 那么在瓷潭飞匠方面 一定是很厉害的 他的墓就在前方 大概500米处 我们去他墓的那个位置 详细了解这位瓷潭飞匠 这个地方小地名 叫金桥镇的潘家沟 难道乔大壮先生 就出生在这附近吗 从介绍来看 他出生于清朝末年 原名叫曾铎啊 还是叫曾渠啊 这个字有一些默忽 他是四川华阳县人 也就是现在双流县的华阳 是民国时期重量级的文化名人 这个季节成都平原上很漂亮啊 特别是田园风光 前面又是一个简介的牌子 道路两旁栽满了脆白 详细看了他的介绍 一位非常不简单的名人 那个年代的瓷潭大家 赞誉他为一代瓷潭飞匠 除了在古典文学和诗词方面 深厚的造诣以外啊 他还是非常精于传课 他于齐白石被称为南桥北齐 南桥指的就是桥大壮 这是极高的声誉啊 这里应该就是墨园 从墨园的排放和前面的翠柏 看出这里应该是经过新修的 墨园的规模和我们前面介绍的 牛园墨的规模基本上差不多 其实一个花龙碑啊 这个可以 花龙碑是在这个位置啊 花龙碑是在这个位置啊 花龙碑就软 就在喊我来树子 就在喊我来树子 我现在就在这个墨园 从这里居民的口中了解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 慈坛飞匠乔大墨园 是2019年落成的 过去墨没有在这个位置 而是在这旁边 一会儿我们再去 它原先墨的那个位置 这个墨园是乔大壮的家族墨园 是乔大壮夫妇以及祖母祖父的一个墨群 作为传客大师 他目前的牌坊上面的这些 连语 碑技 应该也是出自于一些书法家之手 牌坊柱子的前面是四只十寿 这里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乔大壮 他出生于1892年 书香门第 在四川 素有声望 祖父是青铜制年间江南道 监察御史 我们熟悉的 谭四同提笔诗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著名诗篇 就是由他的祖父操卢 而得以流传于诗 这里的墨都是经过新修器的 右手边的这座墨是他的祖母 左手边这边是他的祖父 1927年 曾赴南昌任周温来总理的秘书 后来先后任民国中央大学的 艺术系的教授 以及中央师范学院的教授 国民党军训部参议 监察院参事等等 后来由于反对内战 深感国家多烂 民生多奸 在家之好友许寿常被暗杀 多重打击 在1948年的7月3号 自成于苏州的梅村巧下 当时只有56岁 在发现他的遗体的时候 还有一张名片 上面书写的是责任自负 同年11月归葬于四川华阳县的 潘家沟祖坟 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现在我们去刚才这里村民介绍的 他原先祖坟最粗的位置 那个地方 距离现在这个位置不远 大概也就是百来十米的距离 就树林的这一片的那个位置 现在这里全都是栽种成了树 原先在这里前面 我们看这后面是一条小沟 小沟在前面的那个位置就导管 一直流到这个方向 最粗的那个桥家的祖坟是在这一块 后来由于时间的久远和历史的原因 这里的祖坟源基本上也就被荒了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 我刚才问了这边的当地居民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在视频的前面 介绍乔大壮出生的时候 说的是华阳县 但这里的位置是属于双流区 金桥镇的潘家沟 我们在地图上看一下这两个位置 紫色区域的那个位置 就是华阳县曾经的位置 乔大壮先生的祖上和出生地就在这里 蓝色的这个区域 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 潘家沟 两个地方的直线距离至少有20多公里 不知道他们的祖宅和家族墓园 为什么会相距这么远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